工作已经很忙了 下班还要打扫家里 你是不是会觉得很累呢 那有些人就想到了 我可以请打扫阿姨来啊 那你可能觉得一次只要花个几百块 其实不算贵还可以接受 但是啊就有网友说 七年前一个小时的打扫费 大概是350元 但是啊他最近遇到一个打扫阿姨 却开了一个小时500块钱 而且每次还至少要三个小时以上 才愿意来打扫哦 那他其实啊 除了擦窗户等等危险的工作之外 他是十项全能的 什么都能打扫 但是啊等于你请一次 起码就要花1500元起跳 这就让大家好奇的上网问了 这到底值不值得呢 那就是掉出了很多网友的回复 他们说这个很看打扫阿姨的能力哦 通常呢有人建议说 只要亲友口碑介绍的比较好 千万不要找清洁公司 或是脸书上的打扫阿姨 比较容易踩雷哦 这是网友介绍给大家的建议 但是也有人说 如果你一次要扫三个小时 那你家至少要是透天错才比较划算呢 那对此哦 其实行情也是曝光了 业者就说啊 像是租屋学生或是小资族 还有亲子的家庭 他通常呢 因为方便都会委托清洁公司 那其实清洁公司的价码 一个小时就差不多收费500元 那如果你以六坪的房间来说的话 你包括整理啊摆设啊洗窗户洗厕所 真的花下来差不多就是要三个小时 也就是差不多1500元算是行情价哦 但是其实啊这个价钱到底贵不贵 还是要看每一个人打扫的努力程度 还有成果以及屋主的需求来做判定哦 那接下来一样是讲到居住环境 你有听过租房子冷气只有半台的吗 在马来西亚就有一个这么夸张的案例 有一个啊台湾的男生 他到马来西亚来租房子 在房东介绍的多款房型中 有一间居然是长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啊 门打开一进去哦 大概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 甚至啊看到三面的墙壁上也都没有窗户 那甚至我们再走进去看 就连冷气都只有半台 你想要跟隔壁共用啊 可能调温度的时候还得去敲门找他讨论哦 让这个租客大呼实在是太扯了 真的是好低劣 简直是家徒四壁的代表哦 但是啊也因为就是条件不太好嘛 所以每个月租金也算是便宜 只要大约1670元台币 那像是一样大但是没有冷气 也没有窗户的就再便宜一点 大概1340元哦 那当然也是有更好的选择啦 像是房间比较大的 有自己一个的冷气的 但是就要2000多块钱左右 那最后啊这名男子看完这所有的房子之后呢 他表示啊就算租金不贵 但真的太小呢 你连要多放个衣柜都翻不下哦 因此他就另外再租了其他的地方 不过啊这趟租屋之旅也是顺便让大家开了眼界 以上就是这节的推广内容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会长也订阅 请订阅 请来 ищ爱 ook 조� International